赶紧喝 等一下上网课 你的衣服又传惶了 大家好 我是哲叔 我们家孩子现在又在上网课了 今天上午要把这个语文数学完成 然后下午再完成其他的课 今天我跟范哥因为 小孩子上网课的事 我们俩还起了一些小争论 什么烟 牡丹 没有 你就看我这有的吧 也上网课是不是 是啊 三个小孩 刚刚那位家长说 他们家三个小孩手机都不够用 我们家文文的话 他是上高中 所以有一部手机是专门给他上网课的 这两天他一直在家里上 他们是在叮叮群里面 老师在线教学 像我们家想想的话 就是在网上学习这个课程 今天学语文天地 第一单元的学习中 好了 我们一起去探寻了大自然的秘密 我发现这些字都是左右结构 好 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提示语 诶 大街上都没有什么冷 我们家想想就是写字喜欢趴着 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纸笔姿识 正确坐姿 这样把字写好 对 是不是有点丑了呀 第二个字加油 两个都要查掉 那你背一遍吧 好棒了 背出来了 今天补了一些嗓声的面条米粉之类的 一共四件 刚好货架这里都空了 这些油呢 到现在都还是缺货中 金香桑那边没货 现在先休息一会啊 等一下我们接着学数学 你看 这个就是我沙河的筍子 莫写出来了没 莫写出来了 现在没去上学你就要好好上课 知道没有 那你也要得好好上班 每天都在这里监守 晚上你不休息 你干嘛呀你 晚上妈妈这个手电啊 哦你干啥 我在这里忙 你不知道了 昨天晚上打那么多视频 给我干嘛呀 想跟你说 这么晚了赶紧回家 都没写完呀 刚刚我在后面忙 然后我对他把那首诗 莫写出来 这个家伙不莫写了 上上课 等一下吃不行吗 这么大的句话 放哥还说 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自己学习 你们说这样哪里学 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 都没什么是碰面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学课 现在呢也不能去学校上学 所以我情愿自己辛苦一点 我都要把它监督好 数学更不用操心 这个是今天学的 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你饿不饿了 你看 我饿了呀 我饿了呀 我饿了呀